主席,對於今次的公告 將回教清真禮拜總堂雷生春和香港大會堂 列為估值,我是相當支持的 我特別提提大會堂 因為大會堂在1962年3月開幕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九歲多些的小學生 大會堂立即成為我和同學週末去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我那時候在九樑城住 坐一號巴士,一毫子就從九樑城坐到尖沙咀碼頭 然後我記得也是一毫子,天星碼頭過海,因為我是學生 即是說來回的交通就是四毫子 拿多一毫子買個麵包,然後拿湖水 即是那天五毫子的消費,大半天 那真是當時這個 除了大人在那裏有很多其他活動 我們小朋友只是去到那裏 在花園那裏走一下 上圖書館坐下,見一下圖書 所以這個記憶我相信就不是讀是盧偉國一個人 很多我這個年齡段都會記得 原來學生時代都曾經有一個這麼快樂的回憶 這麼美好的回憶 還有我結婚註冊的地方都是大會堂 現在就有很多地方,多了很多選擇 那時候沒有多少選擇 其實那時候也有一些,包括畢業典禮 都會在大會堂借用的地方 所以真的有很多人的回憶 剛才在籍的政府同事都說到 大會堂音樂廳的優質的音響 這個我又真是很有感受的 因為很多朋友都知道 陸惟國都叫做業餘的音樂愛好者 我也有幸在大會堂音樂廳表演過 這個廳是現在香港 就算是再新的 包括是尖沙主義文化中心 都完全比不上那個音效 這個就等於一個古董的喇叭 你不要亂搞它 它的聲音是這樣就最漂亮 所以這個其實是香港的寶 所以對於大會堂能夠列為古蹟 我們都相當同意 何況其實這個大會堂 在當年來講 都是一個設計得令人驚嘆 因為這個綜合性有很多功能集一身 今天看來的高座的確太小了 這個也是 那時候當然不會去到這樣的建築技術 也想不到需要這麼大的地方 但是你說 保留現在這個大會堂 我覺得是絕對有需要的 但是我同時也想問一下 列為古蹟之後 其實有些改善 或者少少的活化又怎麼做 我為什麼這樣提 因為大會堂的聽 雖然說音效非常好 但是它的後台 就的確是不夠用的 很小 你和現在的尖沙主義文化中心比 它真的差很遠 這方面就不能說了 那是不是還有可能 在這方面有些改善呢 如果改善的話 如果它列為古蹟 又可以怎麼做呢 我想聽聽今天 政府代表的簡說 謝謝 多謝大家的支持 剛才劉議員和我們分享了很多的回憶 其實在我們今次 準備這個列為法定古蹟的安排上面 我們做了很多的資料搜集 可以說的就是 劉議員剛才分享的那些回憶 並不是劉議員一個人 我們聽到很多很多相同的故事 我們也完全明白到 大會堂作為一個 香港很多人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記憶 和一個歷史的載體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為什麼我們就會 簡選它成為一個法定的古蹟 至於說到就是 改善和活化 我可以跟大家說的就是 雖然大會堂成為一個法定古蹟 但是這樣並不會阻礙到 它繼續它行使它一個 作為一個香港綜合一個民喻康樂設施 一個社會設施的一個作用 而且當它有需要進行一些維修 或者是一些改善的工程的時間 古蹟辦的同事是會全力和相關的部門 包括就是康民署或者建築署 全力配合 在保障到一個建築物 一個法定古蹟的一個歷史的整體之外 是可以令它繼續有一個生氣生命的 主席不容許我補充兩句 我覺得大會堂如果還有方法 可以再早些改善 比如解決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後台空間不夠這些問題的話 當然你也要注意 如何能夠保留歷史的味道 世界上其實有很多成功例子 羅浮宮上面加了玻璃金字塔 現在成為全世界一個重要景點 這個就是很成功的例子 主席我大力支持這個法案 我很希望大家珍惜今天所說的 這三個重要的故事 多謝